5月7日忙着录制节目的谢娜 还抽空去了一趟上海出席品牌活动 当天谢娜以一身长裙亮相 产后付出的谢娜稍显圆润 不过已经瘦出了肩下巴 谢娜当场透露 怀孕期间宅在家里成为手工达人 其实比较多的 有趣的是就是成为了手工达人 爱人说我是一个没事就喜欢 在外面去出去玩的 就是去走一走啊 就是喜欢跟朋友聚一聚 或者是在那里 哪里就跟大家一起玩一玩 但是怀孕以后我基本上是在家 我希望就是让自己更加 就是安全一些 这样才能够保证宝宝的安全 所以在家里面 那就是也不能看电视 看太多电视不要看 然后就是手机也尽量少玩 那我就会觉得就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这个时间怎么办 我就想到做手工 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手工达人 又是毛线呀 又那个做的小熊 做的小熊还是送给了很多 我的那个明星朋友 他们的宝宝拿到的时候 我说哎呀就是有一点就是线头啊 什么都在外面 不是像他们买的那么精致 他们就说这个是真的用心在做的 这是心意 所以他们的宝宝就是觉得很开心 就还发照片给我 这个时候我觉得说哇我好厉害 我今天自己做的小熊 我的那个朋友的宝宝很喜欢 第一次当妈妈的谢娜 现场更是分享了当妈妈的趣事 我是一个有一点紧张的妈妈 我抱宝宝是很 就是动作是很僵硬的 因为我就哎呀就害怕 因为那小朋友软了 我就特别怕就是拧到他什么 所以就是 特别 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 好多 自在 抱歉就是那样 很自在就是很自意 但我就是很紧张的 每次我们的家里 就是哎放松放松 放松对啊这样 这样抱了十分钟之后 脖子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 是的是的 非凡娱乐上海报道